2011年5月天推出首部3D音乐电影《追满3DNA》 首创华人歌手拍3D电影的《宣风》 当初电影上映时 5月天就允诺会在票房前三名的城市 举办免费演唱会以答谢歌迷 今年5月天兑现承诺回馈歌迷 将在6月1日于台中举办慈善演唱会 5月21日的记者会上阿信表示 这一次回到台湾做公益演唱会 也怕再度出现黄牛票的情形 公司一样是为了防黄牛来锁票 其实下了很多功夫 这次是在5月24号晚上公布 然后5月25号用实体锁票的方式 然后希望大家有不便之处 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那当然也是希望所有就是想要听演唱会的朋友 都可以都可以如愿入场 相较于每次5月天演唱会几乎是秒杀的状态 马莎也说旁边的工作人员 每次接近演唱会时都会出现人情要票的状况 觉得很抱歉 因为每次一到就是快到那个演唱会要开票之前 然后公司同事就会很多朋友在脸书上面就写说 拜托不要再找我了 拜托不要再找我 就各种这种求他的朋友不要再找他买票文章出现 在这边5月天跟公司的同事表达潜意 这样子 问到马莎近日被媒体曝光的新恋情 她始终三军齐口 不想把焦点放在恋情上 谢谢 对不起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就是被公开之后 跟公益有吗 他们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今天蛮开心 对啊 不好意思 谢谢不好意思 谢谢不好意思 谢谢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